可以在桌面上搓揉 而需要用手慢慢的揉捏成需要的长度 好正面朝上 放入烤盘 剪刀倾斜30度角 在面团表面剪出12个刀口 注意底部不要剪断 接着一左一右拉出面团 好盖上保鲜膜 最后发酵 接着在面团表面刷上均匀的蛋液 再撒上少许的白芝麻装饰 开始进行烘烤 烘烤后的成品呈现金黄色泽 首先将枸杞加水70克浸泡一小时以上 再连同水分用料理机打成泥状备用 再连同水分用料理机打成泥状备用 尽量将枸杀打得越碎越好 接着开始搅拌面团 将枸杞泥与材料B的全部材料混合 先用慢速搅拌 先用慢速搅拌 面团 面团具有光滑延展后开始加入奶油 继续用中速搅拌 搅拌 检视搅拌后的面团 取一小块慢慢的拉开来 呈现光滑 稍微有薄膜状态 就算完成了 滚圆后 放入容器内盖上保鲜膜 进行基本发酵 基本发酵后的面团开始自作 用小刮板取出面团 先称出总重量 再分割成7等份 接着将每份面团滚圆 盖上保鲜膜 松磁约10分钟 松磁后的面团开始整形 先将面团压平 再轻轻地擀成直径 约8公分的圆饼状 直接用手压平也可 不需要用擀面棍 放入烤盘 再松弛约5分钟 同样的需要盖上保鲜膜 松弛片5克 再做下个动作 接着在面团边缘 剪出8个长约1公分的开口 同样的先剪4个等份 接着在每一等份内 再剪一刀 就成了8个等份 盖上保鲜膜 进行最后发酵 约20分钟 发酵后的面团 刷上均匀的蛋液 再用手撒上少许的黑芝麻 也可以另外借用擀面棍 也可以另外借用擀面棍 沾水 再沾黑芝麻 两种方式 分别有不同的效果 开始烘烤 烘烤后的成品 五环黑糖蜜面包 首先制作全麦面团 全麦面粉加水 先用橡皮刮刀拌匀 拌匀后再开小火 边煮边搅 煮成糊状 完成后将全麦面团 取出凤凉 然后盖上保鲜膜 冷藏约60分钟后备用 马主板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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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וא� Emperor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将每一份小面团滚圆 然后盖上保鲜膜松弛片刻 松弛好的面团开始整形 首先将面团压平 再擀成椭圆形 分别将每份面团擀成椭圆形 再做长条形的动作 翻面后向内卷 面团的底部要粘紧 然后再依面团的筋性 慢慢的搓揉成需要的长度 需要顺着面团的筋性 慢慢的搓揉 千万不可以一口气的搓 只要给面团足够的松弛时间 面团就很容易搓成自己需要的长度了 首先将长条形做成一个六字形 下面的面团压住长条形面团的底部 接着将顶端的面团绕到下面的圆圈内 重复做两次的动作 最后将头尾面团确实的粘紧 再用手稍微的拉开来 搓成均匀的圆圈状 接着在表面刷上均匀的蛋白 再粘裹杏仁粒 直接放入烤盘 进行最后发酵 最后发酵完成准备烘烘 烘烘后的成品 过圆九香面包 首先制作麦片面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酵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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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酵 面团 转发酵 面团搅拌完成后 稍微滚圆一下 再放入容器内 好 盖上保鲜膜进行基本发酵 面团 转发酵 面团发酵后 开始滚圆 首先用小刮板取出来 大面团用双手稍微滚圆 然后盖上保鲜膜 松强大面团用双手稍微滚圆 再做整形的动作 首先将面团压平 再用擀面棍轻轻地擀成正方形或长方形 同样的将面团四个角拉开 再慢慢的将面团的四周围擀开 长约28公分 宽约24公分的长方形 翻面后 面团横放 可将桂圆肉剪碎后 再铺在面团上 用手摊开来 压平 再轻轻地卷成圆柱体 再轻轻地卷成圆柱体 底部的面团要确实的粘紧 头尾的面团不需要粘合 接着放入烤盘 盖上保鲜膜 进行最后发酵 最后发酵约30分钟 再刷上均匀的蛋液 刷完蛋液后 接着在表面切刀口 首先在中央的部分 横切一刀 再分别在上下 各切四刀 集成九个刀口 切完刀口后 再等约五分钟 开始烘烤 烘烤后的成品 黑麦片八宝面包 首先制作黑麦片的面团 将黑麦片与鲜奶 先用橡皮刮刀搅拌均匀 再用小火 边煮边搅 直到水分完全收干 成为团状 收干后的面团 取出来放凉 然后盖上保鲜膜冷藏 约60分钟 冷藏后开始搅拌 鲜膜 材料B全部倒入搅拌缸内 先用慢速搅拌成团 成团后再改用中速 搅成具有光滑状的面团 接着加入 接着加入无盐奶油 还有黑麦片面团 继续用慢速搅匀 再用中速搅成光滑 搅拌均匀 而且具有延展性的面团 搅拌完成的面团具有延展性 而且不会粘手 将面团滑均匀 将面团滚匀后 放入容器内 盖上保鲜膜 进行基本发酵 基本发酵后的面团开始制作 首先用小刮板取出面团 称出面团的总重量 再分割成两等份 将面团滚匀 将面团滚圆 盖上保鲜膜 松弛约15分钟 松弛后的面团开始整形 松弛后的面团开始整形 将面团擀成长约18公分 宽约14公分的长方形 同样的将面团两边 慢慢的拉开来 继续擀第二块的面团 当面团的筋性 无法延展的时候 需要松弛片刻 继续擀成长方形 面团的长度配合模型 尽量将面团整成公整的长方形 尽量将面团整成公整的长方形 将面团翻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面团两边对折 将面团两边对折 底部要确实的粘紧 两份面团同样的宽度 两份面团同样的宽度 头尾面团不需要粘合 先将慕斯框放入烤盘 别忘了四周我要抹上奶油 防止粘粘 再分别将面团放入慕斯框内 再用手轻轻的将面团表面压平 盖上保鲜膜 盖上保鲜膜 进行最后发酵 发酵后的面团呈粘合状态 刷上均匀的蛋液 开始烘烤 烘烤后的成品 拍泥脱泥 首先制作中种面团 用擦姜板磨出苹果泥 再与材料B全部混合 先用橡皮刮刀搅拌均匀 再加入干性的材料 面粉 同样的可以借用橡皮刮刀搅拌 无论用机器搅拌 或是用手搓揉 只要全部材料成团即可 成团后 放入容器内盖上保鲜膜 进行基本发酵 约三小时 完成后的中种面团 内部的组织充满了气泡 开始搅拌 开始搅拌 先将材料C的全部材料 倒入搅拌缸内 接着将中种面团 全部刮入缸内 同样的先用慢速搅拌 成团之后再改用中速 中速搅成具有光滑状后 稍微检视一下面团的状态 当面团具有延展性 准备加入奶油 要注意奶油要切下